NBA CARES 未來關懷列車 繼日前前進新北市武林國校以後 今年南下開向高雄陽明國校 就來籃球博士 新任高雄一期直播鋼鐵人 籃球事務 營運長的鄭志龍 以及陣中教練林冠軍 來到活動現場和小朋友互動交流 而除了基本功的訓練以外 今年新增的拍沙籠罩這個環節 也讓小朋友們感到非常新鮮 尤其女同學有專業化妝師 幫忙梳妝打扮 紛紛湊上前要來變美美 不過花板妝可沒有要變氣質小公主 拿起球拍照還是非常有架勢 看看球刨出去的瞬間 那個眼神真的是非常到位 這位男生們當然也不能失挖 教練在旁親子指導 帥氣的姿勢怎麼可以少了值個呢 哎呀 雖然放到手上不到一秒 就掉了下來 但換個簡單一點的姿勢 一樣可以拍得很帥 而且看看小朋友 臉上開心的笑容 想必今天的體驗 也帶給他們一個難忘 且珍貴的回憶 接下來 未來關懷列車賽陣 還要繼續開上苗栗 以及更多偏向地區 究竟跟小球員 還有哪些有趣互動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囉 華體台採訪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 Social